前台灣小姐劉子萱是跟團到了美國西雅圖 花了八天一共是五萬五千塊錢的行程 但是她說卻受了一肚子氣 她指控旅行社的導遊公然侮辱她 還讓她覺得非常害怕決定要提告 不過旅行社也出面回應雙方各說各話 到底怎麼回事把時間交給記者陳宣林 好了 主播前台灣小姐劉子萱日前到美國西雅圖 不過卻受了一肚子氣 指控雄師 旅行社的導遊公然侮辱她 而且還對她精神恐嚇 劉子萱表示自己生理期來 詢問導遊哪裡可以買生理用品 導遊卻回應行程沒超市 說再看看 讓她非常不滿 而飯店的房間吹風機無法使用 房間還遭人塗鴉 向導遊反映 導遊卻用麥克風說是你自己 不會用吹風機吧 到底還有什麼問題 劉子萱認為遭受侮辱 她決定出面提告 也要求旅行社要給她一個合理的交代 不過旅行社回應 劉子萱住了兩天的飯店 都沒有提出不滿 要離開的時候才反應 至於拿麥克風回覆問題時 並沒有罵她 可能是誤會 而遊覽車也有開到超商 讓她購買生理用品 導遊也道歉 並退回八天的小費 但雙方人各說各話 劉子萱還是無法接受 堅持提告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新資訊